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编写辅字的习惯和方式 那我们开始吧 首先做一些初始化的设置 新建一个音轨,选择相应的乐器 设置调性,速度及标题等基本信息 然后就可以进入编写操作了 我们先来播放一小段 分析一下演奏内容 这里可以反复多看几遍 然后暂停播放,输入音符进行编写 我会在屏幕上方贴出比较常用的快捷键 便于大家高效的操作 例如方向键用来移动光标 数字键直接输入音符 Ctrl、Shift、D是一个向下的爬音 减号和加号可以改变音符的实质大小 Ctrl、Shift、D是一个向下的爬音符 待基本完成 我们可以按空格键进行播放或停止 试听一下刚才输入的内容 反复检查修正 中文字幕转发放 另外除了回放视频 我也会在编写的时候实际演奏乐器 以协助编写 如果我们需要节拍器 点击上方这个节拍器的图标 就可以打开节拍器 这里我们做一个渐慢的处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添加一个快速扫悬 类似古增鸟子的表现方式 这里添加一个上滑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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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里是一个向下爬音 加左手积旋的动作 这里弹完后有个pull off的动作 这次弹完后有点准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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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添加一个双指的滑音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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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